PS5马上要发布第三代了 那你们家的这个PS5是第几代呢 如果你把这个PS5的包装盒给扔了 可以从PS5的底部查看 其实这三代也不是什么大改款 都是小改良小升级 这三次的型号分别是1000A和1100A 还有1200A 这个1000A是初代 我这个应该是第二个11开头的 那今年2022年9月15号还是16号 要发布第三代是12开头的 我们找一个硬币 把下面那个螺丝拧下来 就这样 在PS5的底部就可以看见它的型号 我这个型号是CF11109A 那就是11开头的 也就是第二代 或者说第一次改良版 我这个生产日期 这也有是2022年的 后面是它的产品序列号 额定功率350瓦 索尼PS5的初代是2020年底发布的 那第一次改款呢 是在2021年 也就是去年七八月份 顺便教大家一下 这个PS5怎么横放 把这个螺丝先放起来 盖给它拧上 你们不知道吧 就底下这个小螺丝 这个第二代和初代是不一样的 初代那个小螺丝帽啊 是金属的第二代变成了塑料的了 这也算是一种偷工减料 或者说升级减轻重量 这个是底座 先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找到PS5的背面 背板的这个位置 这有很多圈叉圈叉 在USB3.0的这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底座两个卡子 分别放在两侧的方块的位置 往下一按 PS5就变成横放了 另外它也是比较平稳的 索尼PS5的第一次改良 或者第一次升级 或者叫第一次减配 我们看到的参数 主要是重量的变化 减了300克 这次第二次改款 重量又减了300克 那为什么总说 这个减轻重量呢 是因为这个PS5啊 从工厂出来 它要运往世界各地 那运费是按照重量付费的 减轻了重量 就减少了运费 从而达到一部分 减少成本的目的 上一次的变化 也是减轻了300克 主要是对PS5的散热模组 散热组件进行了升级改良 散烟变大了 但是散烟的数量减少了 散热器以前是铜的 后来变成了铝的 另外WiFi和蓝牙的天线 也有减少 从PS5的初代 到这个第一次改良款 索尼得罪了不少玩家 因为有很多玩家认为 这是塑水 是减配 我估计这次也有很多玩家 对这次升级不满 那作为我们普通玩家 该怎么选呢 我的看法是 有什么买什么 因为从初代 到第一次改良升级 玩游戏的体验 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没有什么区别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从这台到1200 也就是第三代 第二次改款 我估计最后用户的体验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虽然贵了几百块钱 但是这个贵了几百块钱 也是有好处的 我们能随时随地的买到 它不像Xbox 官方定价虽然没变化 但是买不到 只能加价 现在日版的XXX还得4600吧 最后说一下结论 作为普通玩家 普通用户而言 赶上什么买什么 赶上什么算什么 反正最后的游戏体验效果 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 这就跟那啥一样 先不管漂不漂亮 关上灯 玩起来都一样 我说的是游戏沉浸感 在黑暗的小屋里 玩游戏才爽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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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